考虑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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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觉得 那个自己离异过 然后非要把我也拉到跟他 一个线上去那种 没有一种想法 你说哪去了 我都说没有跟你去拿其他人的比 没有我跟你说 你就是因为你前任瘦 所以你想让我减肥 怎么总提到前任这件事 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没理解前任的地方 你告诉我 你前任是不是比我瘦 是 他前任就是比我瘦 那我凭啥就瘦 瘦不也前任了吗 胖也是现任吗 他就是想让我 那个瘦综跟他前任 那我凭啥因为别的女人 你别想 你问问他 咱问问他 好看吗 好看吗 喜欢就好看 喜欢 好看吗 好看 对 他好看 前任好看啊 现任好看 这个 你喜欢腰粗的 还是喜欢腰细的呀 腰粗的 啊 腰粗的 这完了吗 你就问问就得了吗 这是基本的求生欲吗 这 这跟求生欲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 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 对另外一方身体 我们打引号的这个缺陷 拿这个开玩笑 是对最方最大的一个伤害 越是亲密关系的人 这种伤害度越大 我们说他 他肯定不在意 对吧 只有你说他 他才会在意 是这意思吧 对 还有别的吗 就是其实我俩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也跟父母说了 因为年龄都不小了嘛 嗯 然后父母这边不是太同意 就觉得那个他离异过 又比我大这么些碎 我父母一直就是挺不愿意的 就不赞成我们 然后他就知道之后就特别生气 就觉得我父母看不起他 其实你父母就是看不起我 最明显就是说 每次我们两个打电话吧 他父母在旁边 我爸妈在旁边先不说了 先挂了 然后我给你回过去 怎么着 丢人了 那我父母不是不同意吗 那咱慢慢争取呗 对吧 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呀 你就把真心给他没看 就觉得 你这边能让我幸福不就完了吗 其实看不起 他就不愿意跟我父母低个头 年纪大 离异 然后还异地 生路还不算特别的高 他就说 公平你看上哪了 就是这个意思 对 那他爸妈哪说错了呀 没有说错 又不就是说看不起吗 不是 看得起看不起 是他爸妈的权利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觉得你年龄大吗 我觉得我年龄不大 你觉得你离异是个丢人的事吗 我觉得不丢人 你觉得你收入低 是因为你的工作性质 还是因为你个人不努力啊 因为我这个收入在我们那边 也就相当可以 你很努力地工作对吧 对 那你看得起你自己吗 我看得起我自己 那不就完了吗 我发现你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 他爸妈的 他朋友的 喜欢的是这姑娘 然后我就是说想 就是说如果以后 我们两个就是结婚了嘛 然后就是说 我希望他能来唐山这边吧 你看我这个工作呀 父母都在这边 我说你来这边 然后咱们组织一个小的家庭 然后咱们慢慢地 让父母去接受 但是主持人 我父母不同意 我肯定不能跟他结婚对吧 然后我想的是 如果说你真是在乎我的话 你可以来我们这边 他毕竟在那边受过的伤也挺多的 就是我们也可以重新开始 因为我在这边的话 我肯定是不会辞掉我这份工作的 因为挺稳定的 我就觉得你可以来这边 他就觉得你父母都看不起我 你父母都看不起我 我还去你父母那边 我们换个思维啊 看不起我就要在你眼皮底下 从看不起到看得起是你的本事 然后放下这边工作 然后去老大 他父母更看不起了 你追我 那你就做一些让他们看得起的事 不就完了吗 你证明给他们看呀 对吧 你来都不愿意来 你爱我的话 你可以来这边呢 那我父母不是不同意吗 那一边是我父母 一边是你 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不不不 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去吗 不太想去